政府投资新技术进行人体实验 只要接受一分钟的测试就能免去十年的星期 许多人连一秒都坚持不下来 究竟是怎样的实验如此恐怖 今天我们为给大家讲一部科幻电影《虚拟实经》 小美是一个科学家 她研制出了一种药水型的纳米生物技术 她可以在人的大脑里创造有真实体验感的场景 更重要的是 现实世界里的一分钟 就可以体验虚拟世界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 小美开发这项技术为了拯救几年前和她一起游泳 遇到意外现在已经成了植物人的弟弟 她找到合伙人小帅一起开发和研究这项技术 现在小帅对外已经把这个技术吹上了天 现在离这个技术上线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可技术在应用上还是有一些问题 比如偶尔可能会出现卡在某一天一直重复 过度使用还会引发癫痫 严重的会挠死亡 小美遇到循环还可以靠强大的精神力出来 但要是用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那要怎么办 此外小美还一直利用公司的资源 研究另外一个版本药水 这是她专门为了她弟弟开发的 在小美的加班加点的研究下 终于找到了程序的改进方案 拿到改进后的产品 小美赶紧去医院给弟弟试了一下 可弟弟只是眼球动了一下 就没有其他反应了 小美认为有反应就是好现象 随后又回到公司加班改进 这时她收到了父亲放弃治疗弟弟的通知 小美来到大学找了她父亲理论 眼看自己有机会救回弟弟 为啥她要选择放弃 小美很不理解 两人最后不欢而散 回到公司 她利用公司资源做私事被合伙人小帅发现 小帅生气的说道 还有五天产品上线了 公司的钱都要被你烧完了 你居然还在这里搞私事 接着小帅跟小美说 政府有兴趣投这个项目 做一个监狱版本的眼药水 这可以让犯人只花几分钟 就完成数年的刑罚 真是个又省时间又省物资的方案 但是小美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拒绝了 气得小帅要破口大骂 小美转身离开 出门后男友过来安慰小美 小美感动的带她体验了一下眼药水 这把她男友爽到不行 还想再来一次 但这次出现了意外 男友癫痫发作死了 这意外小美可是要负主要责任 按法律来可以判十年以上的 监狱里小舍长的小美表示 她可以找政府出面 只要小美愿意做一次 虚拟监狱的人体试验 就能免除十年的牢狱之灾 无奈小美只好接受试验 开始前小美还叮嘱住手 别把程序搞错了 说吧 她便进入了虚拟监狱 忽然的房间和一个电子屏幕 小美在这里待了一天下来 就快疯了 幸好她想到了外面还有弟弟 在等着她去救 这才坚持到了第365天 但是到了这天 出口并没有如期出现 完蛋 程序果然出错了 绝望的小美一顿乱砸后 发现有个小出口 出来后的她 发现自己是在一个 真实的监狱里关了一年 对外界来说 她已经失踪一年 同时以为她卖了股份出去潇洒 她男友也没有死 而是在医院被抢救了过来 眼药水正式发布 小帅俨然成为了这个技术的发明者 不光有了监狱版本 而且还有教育和成人等方面的版本 小美向同事和男友表示 自己不在乎公司和钱 她只想拿这个技术 救回自己的弟弟 于是几人潜入公司 拿回了她放着机密文件的硬盘 但途中被保安发现 同事被抓 她和男友逃到了小美父亲家里 在这里她见到苍老的父亲 两人紧紧相拥 在三人的研究下 他们发现公司想升级眼药水 但是因为技术不行 一直没有成功 可小美是真原创啊 在她的修改下眼药水成功升级 新产品立马被她拿去医院 给弟弟用了 弟弟确实睁眼了 不过没一会儿就开始抽搐 最后死去 晚上面对死去的弟弟 小美脑子里突然闪过 当时试验的画面 随后就在实验室里醒了过来 原来她一直在虚拟世界里 经过这次意外 政府撤资公司倒闭了 小美也决定面对现实 选择支持父亲 放弃对弟弟的治疗 可小帅小的小美说 发现了技术的新突破口 只要小美愿意再被关一次 她就能拿到足够的研究数据了 小美当然不愿意了 但是疯狂的小帅 强行把眼药水滴给了小美 再次进入虚拟世界的小美 这次凭借其强大的精神力 迅速苏醒 还把眼药水磨给了小帅 当小帅姐经历被关365天后 看到墙面数字再次回到第一天 她又彻底疯掉了 还好小美及时把她救了回来 看着苏醒后惊恐不已的小帅 小美转身离去 相信这一次 小帅充分体验到了虚拟监狱的感受 再也不会想继续研究这个了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